好,各位同學我們現在看到的是110頁的第三題 自家用24毫升的白色水彩 和30毫升的綠色水彩 調出好看的淺綠色 白色水彩和綠色水彩的比是多少 好,這一題呢,一樣 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寫出白色水彩 跟綠色水彩的比就可以了 然後它是用24毫升的白色水彩 比上30毫升的白色水彩 好,我們之所以可以直接這樣寫上去的原因呢 最主要是這裡 所以大家請看一下 我們可以這麼大膽的 直接寫24跟30上去 原因是因為24跟30的單位是相同的 今天如果兩個東西的單位是不相同的 我相信期末考會遇到 一個是豪升 一個是公升 那你又給我寫24比30 那就錯了 了解意思嗎 單位不相等的時候呢 這裡是沒有辦法寫出 筆的 聽得懂嗎 好,那麼這一題呢 你可以這樣寫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會再給他寫出一個更簡單的比 更簡單的比就是最 最減的比 那麼他們兩個 看起來 應該都是3的倍數 那應該就是 8比 8324嘛 8比10 那也可以寫成4比5 也可以寫4比5 好 那其實在上面這裡我們就應該算對了 好,我們再看下面 當白色水彩和 綠色水彩比多少 10 也會調出 這樣子的淺綠色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有點怪 因為上面已經告訴我們比了 那我們當然就知道 比的 比的值就是24比30 或是4比5的時候 他會調出一樣的 所以我在猜這個題目應該是要講 比值啊 這個題目應該是要講比值 因為他下面所有解答 都是在講比值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在這裡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個字 比值 是多少 也可以調出這樣的淺綠色 那麼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寫 24 除以30 10 就會等於 30分之24 那照例 我們一樣可以約出 比如說15分之12 5分之4 我們一樣可以約出這些數字 好,這樣了解一次嗎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我們這題就到這裡 這邊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